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联社报道说 李永浩八日 会见 李伊朗总统鲁哈尼 朝鲜外相李永浩与伊朗外长扎比夫会面 韩联社访一期间 李永浩拜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拉里贾尼 同伊朗外长扎比夫进行会谈 在会见和会谈中 双方重申以朝一建交 45周年的今年类契机 要在各领域进一步扩大和发展 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一致 朝鲜外相李永浩与伊朗外长扎比夫会面 韩联社李永浩是在8月7日抵达伊朗开展访问的 这一时机被认为很微妙 一方面 党天是美国正式重启 对伊朗制裁的首日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也在7日这天 对朝方的无核话举措颇有微词 重申美方没有考虑放松对朝制裁 李永浩此次出访 备受关注 而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日报道 鲁哈尼与李永浩会谈时强调 伊朗愿意与朝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 扩大两国合作 他还告诫李永浩说 美国根本不可靠 不遵守诺言 七几年来的行为已经向世界表明它是不值得信任的国家 他还告诫李永浩说 美国根本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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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需要识彦坚 their own 靠 美国根本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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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ст十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